游客 大高跟眼睛来的 大高跟眼睛来的 哎 现在在四川呢 说的视频快乐看看 刘姐你看到的这四只狗子的视频是刚刚拍的 然后现在那有两只是在那个猪圈里头 然后我们卢住这边就有个朋友他刚拍的 他家的猪圈是在他们的那个屋子里面 还有那两只是在他们的二层的阁楼的 有一个储藏间里面 现在卢住这边的天气比咱们哈尔滨那边要暖和一些 那明天是往哈尔滨走吗 四川呢四川呢 对刘姐明天是从卢州四川省的卢州 然后我们有一个大巴 就是雇了一个车然后拉到成都 明天先送到成都 然后后天从成都早晨七点半坐K56 直达到哈尔滨的那个车走 哈尔滨那几天你跟车来是吗 刘姐对的对的 然后我跟那个这边我问了一下 他大概是28号早晨七点半坐那个K56 从成都直达哈尔滨的火车 50多个小时他说29号应该就到 然后我跟着车去 到时候咱们就可以见个面 然后我主要就是怕那个到时候 还是有一个熟人跟着过去的好事吧 好嘞好嘞 必须打拳三连才能有效 今天是2021年11月30日 这次四十狗狗的故事呢 要从公主则求助的信息说起 四十狗狗呢 原本在新疆 狗主人在新疆工作 是这么单位养的 然后现在这个狗主人 也是求助人 已经不在新疆工作了 不是私下老家 这四个狗狗呢 现在新疆已经无人召喊了 然后拿这个狗主人求助我们 因为之前呢也是求助了很多地方 也是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困难 所以呢 你们吃这个狗 一直都没有找到 很多人接收 看来长得特别特别壮 特别好看 是你联系的存吗 是我联系的 哦你啊 是我联系的 哦 给它买起来你就求助了 我以为脱离公司的 你能见到这样子狗的情况吗 你说就行 这几只狗子是我们从前养大的 然后养了两年 一直就用现在的词讲叫传使官 可是由于总统他们面对屠刀 所以我们不忍心 要让他们继续活下去 实在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都住在城市里面 所以找到了咱们救助站 如果哪位有缘人 如果想来鼻子他们 我非常感谢 之前你们也是在当地求助一些地方 我们也是收养 我是经常看百度 都挺困的 其实每个救助组都很困的 来几天 从新疆到这几天呢 大概相近半个月了 我从11月16日到车来的 你走了啥火车呀 我们走到火车 半个月才到这儿啊 期间去到了我们朋友一个家 然后他们家也是没有收养 但是他又穿了一件 我们是从最地 从四川到这个地方 是两天 从新疆又过来是四天 这狗从新疆运了四天 运了四天 然后又从四川运到这儿 运了有两天 你给你办办 对 期间他还在村子里边待过几天 就从原先养的地方到竹筋波折 到我们这是半个月 一路的流上 一路的流浪 我们也想一拨三折 我们也想找朋友收留 但是说因为总统员也都没有收留 到这儿一拨三折呀 到这儿半个月呀 也不容易 跟头从哪儿四川接它们 然后让它能够继续活生存上去 都是大行犬 特别壮实 他在医院等待体检 优姐你收留了这几只狗子 我想就仿佛是收留了我 这是流浪的流浪问题 真是流浪 特别大 还是我们是尽力保的 因为就让全文菌太严重了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说 我会到那个延将冈以后 我会给他隔离单独的一个屋子里 但是我还是不敢保证你知道吗 没关系 就以后有什么困难 我可以就我们小白把辞住 我会尽量 我们的力量 现在是准备给这四只新疆来的狗扎苗 幸福一秒 现在我们带着这四个大宝贝 返回就是这 到家了 这四个大宝贝 中山底的就是这 到家了哈 到家了 这个大宝贝 我去的 吃 年轻 咦 咦 那吃完了 现在给他把这个 外部放 上这个外包子 给他拆开 把他放出来 准备给他往房间拦制了 你们又咋着了 眼泪啪啥 没事的 这门上来 和翻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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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小鸟给擦地儿 一边就拿八四给它生个肚子 这儿呢 实在是没地方 喜欢这屋哈 有阳光 是不是好 咱俩来的就跟着 你看看 这屋子是两个 然后那两个就给咱们单独的房间 你们是男性男地儿啊 要和谐 你看看呀 在这儿不能打仗啊 你们四个从小相遇为命的 相处人了 你主人说 还会再来看你的孩儿啊 你从小到大 中间两岁 那主人当时 给他们捡个子的时候 一直拴着狗链子 拴两年 从那么大学过 以后你不再拴着链子了 孩儿啊 你就自由在这儿 这个 他俩这个屋在三楼 外面有个大平台 下面跟上平台玩 然后就是两个人都有窗户 采光也特别好 我们下来 咱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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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 嗯 嗯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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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新年 好 可以 enfim 准备 那 最前